然而有种狐风是学梁山好汉牌坐姿的 不按成绩那套是线性的哦 等大当家挂了二当家就顶上 那怎么排位呢 比喻 北方造纸狐风通过比喻决定种群里的排位 排名高的能享受更多福利不说 排名低的见了 一丑山 还得让他爬自己身上 他们分得清彼此吗 这种狐风个体间面部差异复杂 还都不是脸毛一见面就知道 您是老六我老八您少位 有实验者给一只脸上夹了点东西 再回去大家就不认识他了 一丑山 从动物们的视角去看世界实在是太震撼了 人体验了各种生命角色 他们的审美 他们的择偶 他们的谎言 他们的想法 许多动物能看到比人类更多的颜色 而利用颜色可以夸物种进行交流警告 威胁甚至诈骗 也算为我解答了小时候一个疑问 斑马干嘛搞这么鲜艳的配色 怕狮子看不到吗 这本生命吃色推荐